Hello 大家好 我是TheDoodleMan 我是Eric 我是Ian 之前我们带一位丹麦人 叫Anton回台湾玩吗 没错 那支影片已经250万观看了 哇 直接往上喷 继续喷 直接往上喷 那其实我们现在人在丹麦 对 我们刚跟Anton碰完面 然后这次呢 其实是我们来丹麦找Anton 然后他带我们玩丹麦 哇 真的是拍出一个 这个连续剧了你知道吗 很难得我们还有一些续集的 真的 他这次来丹麦真的跟他 玩了好几天 然后我们有一些心得 来丹麦的一些想法 跟他分享一下 就是不光是丹麦 有一些可能影片没捕捉到的 发生一些事情 也来跟大家先聊一下 没错没错 如果有在看YouTube版本的 很明显看到我们这次 这一集呢 为什么要带着警诊 讲诊集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昨天睡觉的时候 落诊了 两个人都落诊了 没有啦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飞来飞去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 会需要在飞机上或者是 不管是公车车子上面 要补眠 没错 所以这个警诊 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找到机会就要睡 那如果没有这警诊 我们的脖子就真的甩来甩去 然后就是常常真的会落诊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警诊品牌 就Travel Blue 好不好 就是我们都是非常重用 重视 重视 非常用度很深的使用者 高度使用者 高度使用 重度使用者 对我刚才讲了个字 重度使用者 对 反正呢 我们真的很喜欢他们的警诊 然后其实很多人也有私讯我们啦 所以我们去跟这一家Travel Blue的厂商 要有一个最优惠的价格给大家 对 可是大家要在4月3号前去买 对然后我个人啦 我觉得警诊很重要的是他有足够的支撑力 嗯 就是如果你如果你就是脖子用到旁边 然后整个软掉 完全没支撑的话 There's no point 非常重要 Travel Blue这个就支撑力很够 然后他是那种记忆诊 就是你一压 你如果你在看影像板看得到 你压然后你放开 哦 回归到原本的样子 Magic 对啊 然后就是常常我皮肤碰到那种 材质不太好的东西容易过敏 这个材质是很舒服的 对 就是我也算是个警诊达人啦 就是大家有就是追踪我们IG啊 常看我们的费牌区 就是我就是用警诊好几年了 我用的警诊真的是可能有 五六个哦 用过五六个警诊的应该算蛮多的 蛮多的 因为我常弄丢 对我们在那边宣称就是Travel Blue这个 没有办法就是防丢 就是验用的话可能还是会搞 没有办法防丢 要小心过 对可是我用过很多种啊 就是你们自己去找警诊的话 有那种里面那种一颗粒的 珠珠的 对不对 然后也有那种吹气的 嗯 我跟你讲我都用过 然后只有这种比较那种记忆免的 我觉得是支撑力最足的 嗯 因为那种充气的 我们两个都用过充气的 嗯 你用了一个月之后 他马上就开始写起了 是的 就是那会破洞 对 然后那种珠珠的 你真的躺上去 他那珠珠就往旁边跑嘛 然后那个资讯就掉下去了 没有支撑力 没有支撑力 所以这推荐给大家 啊大家如果有幸运的话 资讯栏 只找到就是购买资讯 4月3号前 因为厂商也特别了 给我们 呃 另外的一个小小的bonus 就是4月3号前有购买的人 用我们的折扣码购买的人 还会送出一个小礼物 对 其中三位 其中三位 对 所以就要买要快好不好 好的 最优惠 最优惠 那我们回来 我们就这样直接聊一集了 直接聊一集啊 保暖嘛 保暖 保暖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丹麦有点冷 我们有没有什么靠北的事情 你应该很多吧 哈哈哈 感觉很多事可以靠北 诶真的 我最近真的有一个 满满靠北 真的就是越讲越生气的一个 就是我在北欧一阵子了嘛 然后这跟北欧没有关系 不过就是因为 我要做一些转账 就是网路上转账的工序 然后用银行转账 他就是美国银行啦 然后他要verify我是谁 OK 因为可能他知道我的IP什么的 他就说他要verify 在美国 然后他verification的process 超级奇怪的 就是他会先问你问题 他说OK 那我问你一些问题 也关于你的过去的 比如说给你四个选择 然后以上这四个选择 比如说你曾经住过 哪个最符合你 对没有 比如说 曾经住过哪个地址 就根据你这个名字 你可能住过什么地址 I should get you 你去选一个 我觉得这合理 然后有 他问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是 你曾经去这家店 这家店他就跟我讲 你那个叫做 Fuel and Stop OK 反正感觉是个加油站之类 对对对 你曾经在这边 消费的金额 是多少 靠谁知道 那就给我什么 2016 36 17 42什么的 然后发现四个选择 你曾经消费多少钱 我跟他 我整个 暴躁 我说 一 我如果确实有去过 这一家店的话 我搞不好 在我的lifetime 去了可能100次 有可能去过 对啊 每次加油的那个量 又加的不一样 我怎么知道 哪一个数字 才是我曾经 就是发生的transaction呢 你只能回想 你就是通常 是不是油全煤的时候 才去加 通常要加满的话 要多少钱 不一定要 那个油钱 也会飘动啊 就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他也不认为说 那我这transaction date 你会不会给我 我会去发现一下 有没有这个 这笔金额吗 他说不行 那我说 What's that 那你这样 我怎么选呢 他说你这个 当考试啊 很白痴 我就只能guess咯 还是怎样 就是给大家 一个 就比较贴切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 他问你 你曾经 有没有去过7-11 然后给你四个消费 你是消费了 100块05块钱 还是93块 还是20块 这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 all of the above 这很扯 到底是怎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supervisor 我就说 Can I speak to your supervisor 就是这很白痴 对 然后说会者来 确实啊 这我们没办法 我们就只能 要不然 因为这些问题 都是random的 要不然再做 再抽三题 来回答看看 是 然后 而且另外 就是后面这三题 就没有 这种题目 就比较知道 对 比较好去选这样 可是我就靠背说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题目的存在呢 我真的很智障 我觉得他可能是AI 他用AI看你过去 就是credit card transaction 对 然后看是不是其中一笔 可以把它做成一题 有可能 所以就是很智障 非常智障 对 AI也很要加油 就说我真 我是本人 你有别的方式 来verify我 他没有 很扯 很扯 确实 好的 那其实 我们现在人在丹麦 丹麦 然后我们刚跟Anton拍完片 拍了两集 对 这两集都蛮丰富的 对 就是你应该是没来过丹麦 对我们都没来过 对我们两个都没来过 对对对 第一次来 然后就是有一个当地人带 我们其实当时是很期待的 对 其实老实说 丹麦这个地方 没有在我的旅游清单的前五名 就是我们有想过 主动会想说 我好想去丹麦玩 没有 对对我来说丹麦也是 我想去 可是是一个顺便去的地方 对不会是主要 想要去的地方 对 所以老实说 我来这边之前 对这边的 expectation 蛮低的 对 然后就是没有 我没有多想住 主要其实就是来 找Anton玩 然后 这边实际上 好不好玩 漂不漂亮 我其实没有想太多 主要就是要跟他 迷到彼此 其实我来之前 也跟你差不多 就是没什么期望 然后Anton也要跟我们说 很可惜 你们不能夏天来 就是冬天来 有点可惜 所以我想说 好 冬天可能能做的事情不多 对 所以也不会想说 这个旅程会多棒多棒之类 可是有一个当地人 大家想说 应该也会不错 对对对 这有点可惜 因为我来丹麦以前 其实我是先去芬兰 然后去挪威 然后其实都是北欧国家 其实丹麦就比较近 我都来芬兰跟挪威了 对 我怎么可以不来一下丹麦呢 就是Anton那么近 然后去拜访他一下 所以真的不是因为想来丹麦 而来丹麦 是 刚好在附近 刚好在附近 就是我觉得我在北欧 我觉得我可以去找一下Anton 然后我觉得 Eric你一定要来 是 因为这是我们跟Anton的 这个共同回忆 对 我们要一起就是跟他会合 对 那你就从这个加州飞过来 对对对 其实也是蛮拼的 对啊 那你来丹麦前 你对丹麦有什么印象吗 我对丹麦老实说 就是觉得 这个国家是不是很多卖 靠真的假的 然后都是单个单个 都是single malt single malt 对对对 这边都是single malt whiskey 没有我真的 因为你对这个地方 没有想象的时候 你只能拿这个文字 去做一些视觉 瑞典你怎么想 瑞典吗 很多字典 很多字典 就是大家的文品 都很高的感觉 没有啦 我觉得丹麦就是没有想象啊 就觉得 是不是很多 feel 真的哦 我就觉得很多那种feel 然后很 很家乡村 然后没有这么的都会话 都市话 确实 我对丹麦也没什么印象 因为像 瑞典 还有IKEA 对 应该是瑞典 对不对 对瑞典 瑞典IKEA 然后像丹麦 我想到他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来自丹麦 我还真的不知道 好像我只知道 那个pastry danish 对 是来自丹麦 其他东西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然后可能我们之前就是 在想细化的时候 我们也查到说 最快乐的国家 或最干净的国家 好像是丹麦 当然这是debatable 对 当然就是看到一些数据 丹麦好像是一个 适合居住的地方 但是他有什么有名的东西 真的不太确定 就好像没有 对 反正我们就是没有什么 expectation来到丹麦 对 那其实我们来的时候 就到机场 我记得 我先到嘛 然后再登匿 对 在登匿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广告 嗯 这广告就是两个男生 准备要接吻的样子 然后说 丹麦是一个 这么开放的国家 我也不确定 那后来其实也有跟 Anton 就是询问 他说 对 就是同性婚姻 在丹麦是合法的 然后就是丹麦 人都非常的开放 就关于这点 他们好像是 蛮progressive的 OK 就我一到机场 就说 丹麦是这样子的国家 我就说 I didn't know 对 有时候我们在 Copenhagen 就是逛 跟Anton逛的时候 有时候有看到一些 跟那个彩虹国旗啊 彩虹7 彩虹7啊 就一些 好像 还是真的是 蛮开放的地方 那种感觉 对啊 可是我觉得Anton 回到Anton 我觉得 跟大家讲 Anton不是住 Copenhagen 就是以台湾的 analogy来说 就是不是住台北市 他可能是住 花莲 是花莲吗 我想象 差不多啦 对花莲 差不多花莲 对啊花莲 宜兰花莲 可是又再比宜兰 还要 countryside countryside一点 对对对对 不过他这次 就是为了我们 就是 带我们 去Copenhagen玩 其实他以前 就是偶尔会进出 Copenhagen啊 可是对他来说 他也不算是 市区的 长大的小孩 可是他 可以 只是我觉得 这个影片 没办法呈现出来 不过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他一定做了很多功课 是 因为我们来之前 就是跟他说 OKAnton 就是 这次很期待 No pressure No pressure 我就来找你 我们就是很期待 可以跟你在丹麦玩 然后Copenhagen 我们都没去过 就是看你 推荐我们 就是换你来介绍 你的国家给我们认识 然后他就很用心的做了 两天一夜的行程的功课 然后排的算满满的 对啊 然后丢给我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些地方是什么 因为都是丹麦文 所以他跟英文 他们没帮你翻译 还没有帮我翻译 所以我连读都读不出来 说 好啦 每个都是surprise 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那就就是看你 就是我就当天在 有这个surprise 然后每次他进去 待我们到个点的时候 其实 感觉出来 他都准备好 他现在要讲什么 对对对 这个东西的历史是什么 然后这个 为什么 大家会来啊什么的 有一点他蛮可爱的就是 像你说 他有点是为了我们 做很多功课 对 其实很多点 他自己都没去过 对 对然后就是 他就像介绍完 然后我们就问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说 其实我也没来 我们问太多问题 我们问问题太多 因为有时候 我可以理解 就是 我们大家在台湾玩的时候 对 我们就是台湾代表 你知道吗 我们应该对他所有问题 都要有答案 对 其实可是很多 他继续问 继续问 我们都不知道 对我们要Google 对对对 比如说什么 为什么国父要 站在那边 坐在那边 这是谁 他有什么文化历史 他根本我也不知道 然后 这些东西他们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 就变成 好像 你会期待当地人 什么都懂 可是我们也要理解 他可能 有些当地人 就是不会懂得那么多 对 那其实我们这次 来达麦拍两集 第一集就是 Anton 带我们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就是他们这边的 最热闹的一个城市 对 然后第二集是 我们两个去 Anton的家拜访 对 彦刚刚提到 一个叫 Moon的地方 就是比较countryside countryside 然后他妈妈也在家里 他妈 就是招待我们 对 我们可以依照这个顺序 来分享一些影片 里面梅谱做到的事情 可以 可以 我觉得 先讲 Copenhagen好了 Copenhagen这个town 有完全surprise到我 就是 我觉得 主要原因是因为 没有什么expectation 然后来的时候 发现 哇 这边的建筑 我很喜欢 然后这边的 一个生活感 因为 大家 基本上 很多人都是骑脚车 然后还有 包括他们的捷运 就是 大众交通 就是做得蛮发达的 所以 你不用骑车 不用坐Uber 不用坐taxi 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捷运跟 如果你有自己的脚踏车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适合居住的城市 对 我也很喜欢这边的建筑风格 他们的室内设计 我很喜欢 就是 有点像IKEA 但是又高阶版 有 它叫Nordic Design 就那种北欧式的 就是室内设计风格 我们现在的Airbnb 也是 类似的Design Scandinavian Design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有点 Minimalism 对 然后又有设计感 其实它就是 就我在Foundline的时候 有学到 就是Foundline也是 就是他们的设计风格是 很Minimalist 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 很Chick 它是有质感 高级的极简 对 然后你又说不出来 它哪里好像 有质感 可是它就很质感 可是又不会虚滑 对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棒 所以很多世界各地买家具 买那种Scandinavian Design 有不高贵 对就是贵 你也看不出来 好像哪里有什么特别 可是它就是很漂亮 对我觉得Coppenhagen 整个建筑 然后就整体城市感觉就是 干干净净的 对 它的建筑风格 像你讲的就是极简 但是又不会觉得很单调 就有设计感 反正就看得很舒服 它很多建筑也有历史感 就是它有保存 就是一个 它的建筑就不会很高 可能就四五楼高 然后都有一个 有个古色古香的味道 有有有 对对 在街头 历史部分有被保存 有被保存到 然后街头上 也有很多就是年轻人 就是骑脚踏车 就是跑步 就这么冷天气 很多人在跑步 然后就觉得 哇是一个蛮舒服 健康的城市 对 Anton有提到说 12月是最冷的时候 然后1月会开始比较暖 对我来说还是偏冷 就是从加州来之后 对你来说应该是很舒服吧 因为我从挪威来 对我来的前几天 这是还算蛮舒服 就是可以少穿几件衣服 对啊还OK 可是像也有 我觉得也有冷的时候 它的风在吹起来 真的也是 也是蛮冷的 像我们之前带Anton到台湾 因为我们是 主要拍片人吧 所以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是很 兴奋的问他 你最喜欢台湾哪里 其实拍这集的时候 Anton虽然是导游角色 但是以他的角度 好像也不适合问说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点 他也没问我们吧 他就有说 这几天吃下来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 是是是 对对 玩得到还好 对 那你觉得 Colbenhagen 你最喜欢哪一个点 Colbenhagen 我最喜欢的点是 New Haven New Haven 就是他们的New Harbor 我也是New Harbor 对不对 那也很漂亮 那也真的很漂亮 其实跟基隆的一个点 蛮像的 虽然那个点 大家如果知道 我们在讲 基隆不是有一排房子 对不对 然后很完美的那个房子 很多人去那边拍照 有一个异国风 那边还很像 那边是就是 Original的版本 反正很舒服 然后他也说 就夏天其实会很多人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很多景点 就是人都不多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部分 我们觉得 更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人很多的话 我觉得好光光哦 这边就是有点 人挤人不舒服 可是因为冬天 又是淡季 所以人变很少 我就觉得 哇 这个是蛮舒服的 虽然是冷的 可是是舒服 对 你讲到那个New Harbor 我觉得发现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拍片的时候 常常被路人认出来 因为台湾人 对 都跟面鬼跟你们拍照 对 然后我们坐在 那个New Harbor 那个旁边 在喝啤酒 对 喝着喝着 就有个粉丝出现 跟我们拍照 然后Antan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这边 也会被认出来 然后他就很惊讶 然后我们之后 又遇到另外一组粉丝 然后Antan就 就有点mind blown 就你们怎么可以 在这边也被认出来 其实我们也有点惊讶 因为这个时候的游客 真的非常的少 然后就是被认出来的几率 我们就觉得很低 然后就被认出来 觉得还蛮有趣 我记得Cobent Hagen 我们被认出来三次 然后我觉得很妙的是 这三组人马 也都认识Antan 然后我们就说 Antan 他们要一起拍照的时候 Antan 他们也想跟你一起拍 对 Antan就有点脑袋爆炸 就是哇塞 我在我自己的国家 然后这边的光客 居然认识 也认识我 这样 我是说Antan 你真的是小看自己 我觉得他蛮好认识 你现在回台湾 我跟你讲 跟你拍照的人 都比我们拍照的人 还要多 真的 一直叫Antan 回台湾发展 真的 对啊 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 有点不开敢相信 这件事情 哇你都来我的国家了 怎么还有人在找你们拍照 然后这些人 居然也认识我 我觉得很生气 是 那吃的部分你有什么感想 哇 吃的部分 我觉得 因为我从 我本来就是亚洲味 你也知道吗 我还叫你 就是从 带两包泡面 带泡面给我吃 我觉得 吃的部分 因为我从挪威芬兰 然后再到丹麦 就是 到丹麦的时候 我已经对这种北欧食物 没有太多的新鲜感 就是哎呀 又是吃 因为他们都是吃冷食比较多 不管是冷沙拉 很多鱼 就是也是 就是直接做凉的 然后很多就是 萨麟 还是什么 都是做凉的 然后就吃跟面包 就是吃 就当一餐了 就觉得哇 哇 这个肚子都是冷的 对啊 就有点不太习惯 对我就不要说你 就是我才来 我记得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其中有一餐 是不用拍片的 对 那我们这餐随便吃一吃 想吃什么 我说 我想吃那种亚洲的 那种汤面 就是我才来第三天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食物 这 刚开始一两天 我觉得可以 尝试看看新鲜嘛 后面就不行了 就是我需要 大龙小异 就是我肚子里面的灵魂 需要被 就是fulfill 对啊 像我们昨天吃一个三明治 也是冷的 你们那个也是冷的 我那是冷的三明治 三明治我不喜欢吃冷的 我喜欢吃热的 然后我喜欢吃面包脆脆 有烤过 有烤过温温的那种 这边都不是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丹麦跟北欧一样啊 就是他们对吃的本来就没有那么的 健康为主 对 就是吃饱就好 健康就好 不会说特别追求多么的好吃 可能文化不同啦 对他们来说可能超级好吃啊 就是高级美食 对 然后对我们来说是健康就好 可是我觉得在丹麦这几天 有吃到最好吃的一餐 嗯 不夸张哦 不夸张哦 真的是去Anton家他妈妈准备的那一餐 哦那餐真的好吃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哎就是大家很难想象到 我们既然有办法潜入一个丹麦人 潜入哦 潜入一个丹麦乡村小孩的家庭里面 然后睡一个晚上 然后就是哇他妈妈真是有够热情的 然后大家想象哦 大家大过年的 然后回到你老家或去朋友家 然后人家的妈妈煮一桌菜给你 然后那一桌菜他平常也不会这样煮哦 他就是大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准备哦 对对对 有点是说哦呦 就是有个人要来是不是 然后要大显身手 大显身手 真的是一桌年菜的感觉 然后一堆丹麦当地的东西介绍给我们 介绍那个烈酒 Snapps 其实现在我们冰箱里面有 因为我们当下喝的时候反应非常好 我们走的时候还说 好啦这个给你们 这瓶送你啦 那看YouTube版的朋友们 好 要不要看我们喝 我现在去拿好了 先拿酒拿酒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丹麦很有名的烈酒 叫Snapps 这个烈酒比那个 大家平常喝的 Tequila或者是Vodka还要烈 反正这个这款酒 他其实要跟他们当地的一种鱼 配着吃 就是一个tradition叫做Hering的这种鱼 然后我们在他们家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这样子的方式吃Hering 然后喝这个酒 大家会觉得很烈 比Vodka Tequila它还烈 跟大家讲 我觉得超顺 超级顺 我没有喝过这么顺的烈酒 我同意耶 没有喝过 不管是我们这个时候 有点要挡业配 不过也没有 因为每个酒不同的风味 那有些就是会比较烈 有些顺恐 不一样风格啊 就是以45%来讲 以45%来讲 你根本喝不到酒精在烧你的感觉 对 超顺 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是20到25% 对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很顺 我们现在直接尻下去 直接一眼尻尻下去 尻下去 我们这个喝到最后会不会 我直接用这个喝好不好 你直接chalk吗 这样我不能measure我喝多少 我喝很多耶 这样等一下没办法聊耶 确实我们就吃完Hering 然后喝这个 我记得我们才喝一小杯 就有一点点感觉 一样顺吗 顺 一样顺 真的 然后他们那一桌菜 各位 直接下起来 那一桌菜 我觉得 我们这样四个人吃 就我们两个跟他 妈妈还有Anton 可能可以吃个三天 三餐 有 我们走的时候 Anton传一张照片说 今天继续吃 他准备吃的超多的 而且我们就一直说 我们可以要帮忙的 还是不要除那么多 不用除那么多 他说没关系 你们去休息 你们去看电视 然后好了 我再叫你们 真的很乐意 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妈妈 我相信一定是Anton有跟他妈说 他到台湾觉得多棒多好 我没有多照顾他 所以他妈妈现在才就是回礼 是不是 很感动 是不是 来送我这一瓶 这个牛奶 专喝的牛奶 Anton专喝牛奶 各位 就是我手中这一瓶 他一定要喝两罐这个 两罐哦 一天喝两罐哦 然后其实我们在那边试喝 因为你不太喝 我不太喝牛奶 我在那边试喝 他的牛奶其实是很淡的 Skin Milk Skin Milk 他这边写0.5% 所以是非常light的牛奶 所以基本上他真的是当水喝 他口渴的时候就冰箱拿一瓶 出来那边尻 我说哇 难怪你现在200公分 对他冰箱好像有八罐的样子 很多罐 可能六到八罐 不够好张 连这个都包 就剩我一瓶 让我带回来喝 可是因为我们可能明天要飞走了 所以很多 液体的部分 我们要今天把它喝完 对 所以就这个Snaps跟 这个Snaps要加油 跟你解决那个 有一个蛮酷的冷知识 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喝饮料什么的 然后女罐喝完 然后就冲一下 压扁 我说阿姨 我没有说阿姨 就直接叫他名字 这个你们在回收吗 他说有 你不能把它压扁 我说怎么了 旅罐压扁怎么了 旅罐压扁就不能回收了 是不能回收还是不能换钱 就是不能人家就不收吗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就说 他就说 也不一定啦 他们搞不好规则最近有改 我觉得他就是要让我心情 给我抬接一下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他们那边回收 如果旅罐的话 是喝完你不能压扁的 你有问为什么吗 我没有 他就说他们就不会收 我有问啊 他们就不会收 我就觉得不太合理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不收 不知道 还是他们就只是 原封不动了 然后再把酒放进去 然后 就 somehow就是COS 直接recycle拿来用 哇 应该不会啦 只是我不知道 因为他那不压扁 又占空间什么的 还是说你压扁以后 比较不好去分类 因为他就是圆形圆状 比较好知道他之前是个酒瓶 他酒瓶跟酒瓶 阿那些都是我们猜测啦 反正就是 他就是不熟 OK 所以这一点 让我觉得还蛮surprising 然后我确实打开他们那个 回缩的那个热厕桶 真的都是没有压扁的 哇 Interesting 这真的差很多 Yeah 然后我走前哦 也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惊 这样 因为就是我们昨天 跟他们家人告别的时候 很冷嘛 然后想说我带点热水走 然后刚好他妈煮了一壶热水 我就把一点他的热水倒到我的水壶里 对 然后他说 你里面要不要加一些咖啡 我说没关系 我喝热水就好 他就给我很震惊表情 Hot water only 然后我想说哦 你们不喝热水的吗 他说No 我想说 奇怪 就是我们这种老一辈的 老一辈 不管是亚洲人 或者是 大家就天冷想喝热水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对 我们就会喝热开水 对啊 对不对 对 他们不喝热开水的 他们说一定是热茶 或热咖啡 或热汤 他们不会直接喝热开水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 丹麦的东西 还是一个北欧的一个文化 他们不直接喝热水 还是欧洲是不是都这样啊 单纯喝热水好像真的比较少见 大家都会给你 你要不要哪一种Tea 然后加上去 你就直接单纯热水 就是他们感冒也不喝热水吗 就反正我就觉得 不喝热水 是没有录到我们影片的嘛 因为真的就是坐在客厅 然后就是聊了一两个小时 或在饭桌上聊天 在中间其实 这是真正的旅游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虽然就在一个屋檐下 可是我们交换了好多 彼此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问他妈妈很多问题 他妈也问我们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有聊到就是 我们看到的新闻 我们在亚洲看的新闻 或者台湾看的新闻 都是那种国际的大新闻 或者就是纯粹台湾的一些小事情 对对对 或者台湾的一些大的事情 然后他们欧洲北欧 就是比较在看 欧洲或北欧相关的新闻 所以亚洲那些的资讯 可能就只知道 譬如说哪里有战争啊 或者是什么 中国做了什么大事情之类的 这种新闻 就大事件 我们才会听到 那个小事件 我们就是 北欧发生一些小事情 我们就很少听到 所以我们就 对彼此很好奇地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那天晚上 也就是真的聊了很久 就是off camera 对啊 我觉得因为我们跟丹麦本来就很远嘛 然后真的social media 或者新闻的media 他们只会报导附近国家 或这个州的一些资讯比较多 对啊 我们真的问他们 就是你们台湾的话 都会听到什么样的新闻 或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资讯 大部分哦 不光是Anton跟他的家人 我在芬兰挪威也是问到 就是有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只知道 听到台湾就说哦 那那个你们跟China的关系还好吗 就他们只知道这个政治上的 对他们来讲台湾只有这个标签 可是我就跟他说啊 台湾不只这个标签啊 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比较关心这个 可是台湾也是一个很棒啊 很多国家工业很漂亮又好吃 然后又好玩的地方 所以就是就觉得有点可惜啦 就像北欧欧洲标签 然后听到大家对台湾的标签 好像只有政治方面的 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只好一个一个带回台湾了 真的是要一个一个带 真的是要照自己出钱 帮台湾出观光 对 就这几天跟Anton聊 就是他有提到说 他想要去加州念书吗 嗯 但是他又说哦 加州的学费很贵 然后我们就聊聊聊到说哦 丹麦的大学是免费的 然后接着就是他有分享说哦 丹麦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包的 所有healthcare 健保什么的 都是全部免费 然后都政府包去看医生什么的 都不用钱 但是他们的税很高 是 所以我在想 可能丹麦是最快乐的国家之一 可能这跟这也有关系 就是政府的福利很好 虽然税也比较多 但是感觉你付完税之后 政府会把你照顾的好好的 是 这跟芬兰也一样 就是芬兰跟丹麦 其实就是最快乐的国家的前三名 嗯 然后其实这些政府都是收很重的税 像听丹麦 我之前去芬兰 也有问到一些路人 就是政府他们会收大概四十几%的税 超多的 你赚的钱哦 基本上一半要分给政府 嗯 可是政府确实会对你很好啦 就是你刚刚讲的healthcare 跟education 他们都会提供 像是在芬兰 他们也会就是 如果你要移民来芬兰的话 他们也会帮你就是踏入这个社会 嗯 比如说帮你找工作什么的 找工作也好啊 或让你学当地的语言 嗯 然后这学习的过程政府还会给你钱 哇哦 因为他知道你要慢慢步入这个社会 你要有点时间 给你钱补助 对 他会给你钱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之后再给你收税这样子 之后再给你收税 对 反正就是这个福利 人民的福利是蛮好的 对 然后另外一点是我们之前走我记得三点多四点走在街上 嗯 然后哎 怎么这个时候人潮变多了 你说半夜还是 呃下午 OK 我们那时候拍片拍到一半 然后我们白天在Copenhagen走一整天嘛 都没什么人 嗯 三四点人开始变多了 然后我们就说哎 怎么人变多了 Anton说哦 大家现在开始下班了 嗯 哦 三四点下班真的是蛮开心的 对 然后Anton妈妈也是啊 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三点下班 对 对 然后就 感觉是一个生活平衡 生活工作平衡就是很 怎么讲 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嗯 我听Anton妈妈说他们的full time哦 大概是37个小时 嗯 所以他们也不太会有就是超时或overtime的这种文化 嗯 所以你一个礼拜工作37个小时就是一个full time的上班 基本款 基本款 嗯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感觉生活生活步调啊 这也蛮情就是比较relax一点 比较relax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exciting一点生活的话可能会对你来说步调太慢 哦 对 我觉得这边可能适合想退休的人哎 想退休 因为我们尤其去那个moon就是Anton的家乡 嗯 他确实哇超级countryside的 嗯 可是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在那边退休嗯 或者是有自己的个农场每天就是很舒服的自己种点东西 哇 真的超舒服 很舒服 很棒 嗯 我觉得听到北欧啦丹麦芬兰挪威这些国家 大家可能都会先联想到哎好像在哪里看过他是全世界最幸福 嗯 最快乐的国家 那我觉得他们所所以会变成这样子的状态 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是政府给的福利 嗯 你去问当地的人哦 芬兰那边也是 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多快乐 他们自己得到这个名次的时候都会觉得 有吗 哦 对啊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很一般的生活啊 而且其实像芬兰北欧国家其实他们depression率是很高的 哎其实我我反而会觉得depression率高是可以理解 可是快乐这一点我不太确定他的衡量的标准在哪里 对对对 因为这么冷的地方我觉得很容易会犹豫症 对对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当地人会觉得我们没有很快乐啊 嗯 我们就是冬天常常就冬天的那个黑暗时间就很长嘛 就depression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会很快乐 嗯 所以我觉得最后是这个这个标准在平的时候 他不是说去做街坊 哦你快乐吗 你快乐指数多少 嗯 啊他可能是一部分 嗯 可是很多其他的metrics 比如说哦这个国家给的福利 福利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就是单一看说OK 工作生活平衡怎么样 OK90分 那就是健保怎么样95分 然后观看这些点哦 对 这些你都最高分那你们应该最快乐 就是最快乐就是对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比如说还有收入的跟比如说rental的比例啊 嗯 什么生活的水的品质啊等等就是全部把它衡量出来 哦他还是最快乐 嗯 可是你问街头去问就是哦你是最快的国家 你是不是很快乐 他们也觉得没有啊我也是正常人啊就是这样子在生活啊 嗯 然后收入的一半还要给政府 嗯 就他们也有自己靠北的东西 对啊 其实我这几天观察就不管是跟店员还是跟路人的互动 我觉得丹麦人偏冷淡嗯 我觉得北欧的人都偏冷淡 哦是吗 对对 我的观察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很冷的环境生存 就变冷淡 也不是因为变冷淡啊 热的地方变热情 我觉得因为太冷了 所以很多时候冬天啊或者是一年一半的时间 他们都不太出门 嗯 那不太出门的时候你就是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或家人相处 你不会你就有点失去一些社交的能力 然后你在走在路上就是大家就自己过自己的 你也不会在我们在丹麦街头没有人跟我们说哈喽 就街头上面没有经过的时候打个招呼 都没有 可是在美国啊 甚至在台湾我觉得至少可以点个头啊什么的 都会吧 可是在北欧我都都没有知道 对就在丹麦 我这个人很喜欢就是闲聊嘛 对 有时候点个东西点完随便讲几句话 嗯 其他地方呢可能就给个回应 然后丹麦的人我发现回应会比较少 比较少 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我很烦 我不确定 没有确实我觉得observation正确啦 就是大家会比较 冷淡一点 嗯 我觉得不代表他们是冷酷的 就是他们的内心 其实他们也想要交流 他们只是不是主动方 你要主动的去跟他们示好 然后然后慢慢的跟他 我觉得就是闷骚啦 就有点像Anton嘛 就是Anton嘛 一开始也是有点害羞害羞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open up之后 话越来越多 我们off camera讲的干话真是多到不行 对对对 就三个大直男那边讲一些五四三的 有些都是就是真的不能播 就是太直男了 会被黄标的部分 对啊 反正他们真的是比较慢手型 悶烧型的 可是不代表他们就是很冷酷 我觉得他们热情还是有啦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文化 然后不同 对啊不同他们比较 就是约束自己 对啊 对啊 我们昨天跟Anton和他妈妈告别嘛 其实告别的时候 就是mixed feeling 感伤感伤 讲说不确定下次什么时候会见到Anton 或者是他妈妈 但是我们知道 最后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哦 是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带Anton到台湾 或者是我们去他家做客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 很怎么讲 一个unbreakable bond unbreakable bond 我们不管未来在世界各地哪边 我们以后一定会再碰面 然后就是一定会保持着 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个缘分 就是 有谁有这个机会 就是可以认识 世界另外一端的一个朋友 然后变得这么好 你可以去他的国家 他在你的国家 你可以认识他吗 下次他来认识我吗 好奇怪 OK 我再感性 然后你们做结婚 我再感性 你不要 他还认识我吗 爸爸先喝一看 爸爸 爸爸顺便认识一下 OK 然后就觉得 哇这个缘分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就是怎么可以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们应该是平行宇宙的人 可是我们可以在 同个时空 然后可以这样子交接到 我觉得同时Anton 也有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很谢谢我们 就是这个的机缘 这个巧遇 让他的人生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他有提到说 他对未来更有一点动力 所以很棒 这个缘分我们就好好珍惜 我觉得这不会是 我们最后一次提到Anton了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我要看着他长大 他已经很大了 他在喝牛奶就 这个萤幕就装不下他了 你知道吗 好了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看 可有没有机会 找Anton一起上来聊 对啊 他现在学中文 对 下次他中文就强盗 我们直接用中文 跟他 现在还不行 因为他把那个朋友讲成炮友 所以我这目前会 大家听着会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的口音 他把朋友讲成炮友 我可以跟你当炮友吗 我可以跟你当炮友吗 所以目前还不行 不行 等大家中文变更好 要拉他上了 OK 好 我们继续到这边咯 拜拜 好 现在到了我们 QA的环节 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EV 是吧 E E I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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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pple播客 台湾 非常需要被解惑的 19岁少女 非常的长哦 好 念快点 Hello Arigan Ian 写这封留言当下觉得很奇妙 因为觉得荧幕里的人 感觉不在我的世界 也不曾对他们传过讯息 这是第一次 因为你们的影片 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 跳透数据的想法 常常在我做很多事的时刻闪现 我是一个大学生 每次听 Ian讲工作狂 都觉得很有共鸣 因为他自己 因为这位粉丝自己也是 完全投入工作 放弃生活的人 假日在补习班工作 一天14个小时 平日除了上学 心完全都在工作上面 也因此跟前男友分手 哈哈 我不是在笑哦 我是他写哈哈 原本就读新闻系 但因为想继续在补教业工作 所以转去考中文系 真的念了一学期 因为课业比较重 学业跟工作无法兼顾 而觉得非常的痛苦 中文系相对来说比较硬 也比较花 需要花比较多力气 然后但是却提不起劲 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当时转中文系 是明白要成为一位老师 一定要有一定的专业和知识 我也不想要成为 一位只会演戏吹牛的老师 即便明白这个道理 还是觉得很痛苦 现在重心全都在工作上的 我也毫无生活可言 原本工作很快乐 大给我很多成就感 但却开始有 令人感到无力的负面情绪产生 看了很多遍 你们说自己勇敢离职的影片 觉得干脆离职好了 好好过正常大学的生活 当然是害怕自己没了工作 不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了吗 而且也知道 现在离职对公司 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我们只是一间小教室 我又承担慢度的事情 只想听听Ean and Eric的 一些建议和感想 虽然我应该还是不会离职 这样讲你们会不会就懒得回答了 谢谢你们的用心制作影片 传达正向能量 鼓励大家真的很回答 好 那我们就不回答了 下一题 没有 看我们念完了 我们一定要回答 我念那么久 念超久 哇 他才19岁 19岁的工作这么多 我是觉得 我个人这边 因为我不是工作狂 我是觉得你学生时期 就那四年 如果你大学四年 他真的就是 一扎眼就过去了 然后现在的我回想起来 我觉得人生中 好多很棒的经验 都是大学时期发生的 不管是你交的朋友 你建立的人脉 在那个时候是最适合 跟最轻松的 你真的大学毕业 很难认识新的朋友 对 所以我个人会建议你 可能工作时速 看有没有办法减少 把一些生活的重心拉回来 然后让自己的大学生活 更精彩一点 因为你工作 未来还是有很多工作机会 对 我个人会这样子建议 而且他说 原本就读新闻系 可是因为想要继续 在补教业工作 所以转去考中文系 所以你是因为 不想要丢个这份工作 才转系 还是你是真的 对补教业的工作 超过新闻系的工作的 这个重心 就是兴趣越来越重了 所以才去转到这个补教业 我也不太确定 如果是的话 那就很棒啊 就是你读的 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有搭上轨道 那我觉得也跟Eric的建议一样 就是不要把大学生活 不要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工作上 像我们那个时候 可能拿暑假去打工 去intern 可是一般在当学生的时候 其他九个月 十个月 我就是在当学生 然后好好享受学生的生活 对啊 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然后如果中文系对你来说 对你未来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话 我觉得就算你在这个补习班工作 你把它辞掉了 你未来要找补习班相关工作 的这个机会一定是有的 那如果它已经影响到 你有没有办法毕业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 就是念完这中文系的话 建议你这个重心 可以重新分配一下 就是你在补习班工作的机会 未来一定还是有 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给你一对翅膀 谢谢你们让我爱上podcast Hello Ian and Eric 我是在Amsterdam留学的粉丝 谢谢你们的podcast 让无调的通勤时间 变得不无调了 想知道你们对Amsterdam的印象 如何 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吗 交往和一加一电台合作 祝你们一切顺利 Amsterdam我跟Eric去年 大概秋天的时候去 然后其实我个人 我觉得Amsterdam 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我也很喜欢 很漂亮 而且我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OK 其实Amsterdam Hotel超宝贵 OK 一个晚上大概两三百块没钱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用了 就是一些点数 在一个hire订 结果我去的时候 他overbooked 然后就说 不好意思你来这边check in 可是我没有房间给你 没有我发现我们的街道很漂亮 你可以躺在那边 对 没有他说 没有房间给你 要不然我帮你安排到另外一个 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好了 然后不只安排过去 我那边住了三四天 他没有算我钱 哇 你说多住啊 没有就是 我本来就是在那边 原本的饭店就定三四天 OK 然后他那些points还我之外 把我转到五星级饭店 然后没有让我付钱 很赞 爱上Amsterdam Amsterdam No.1 Nice 对 这很棒 我是没有那样的经验 可是我很喜欢Amsterdam 就是大家都骑脚踏车 很chill的感觉 然后很多canals 很多那个渠道 对对对 就是每一条街都是 就是一盒耶 对啊 我觉得那好赞哦 对很酷 我觉得很酷 那整个感觉 我觉得很chill很棒 对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台北101 很烂的台北101 很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的story 但就是那样 大概台北28吧 28 台北28 对很喜欢Amsterdam 想要再回去 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Yurunlo Yurunlo OK好 是这样念吗 Yurunlo 他是TeamEric 那就算了不用念的了 好这个我要念 好 频道快破百万了 请问有什么计划吗 先预祝DuduMan成为百万YouTuber 另外想请问 Yurun跟Eric 爸妈是从事什么职业 能够带一家人移民到美国 真的好厉害 目前正在规划移民 希望能够一切顺利 我爸妈呢都是会计师 然后我们之所以会到美国 是因为我爸妈去那边念Masters 所以就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不小心出现了 是不小心的 不小心 你怎么可能是不小心的 所以夜黑风高的圣诞节 我爸妈觉得冷 他们就开始拥抱 我算一下那是几月圈的人 12月啊就圣诞节的时候 我9月出生 真的耶 所以很多人是 你11 12月 爸妈觉得冷 对对对 OK 所以美国很多8 9月出生的人 就是复活节 不是复活节 直接复活出来 复活 死掉的长辈直接复活 好恐怖哦 诶那是什么啊 Thanksgiving 感恩节 感恩节跟圣诞节团圆 所以就 蹦蹦蹦 蹦蹦蹦 对 我就出现了 然后我的爸妈 他们都退休啦 不过我妈妈之前在 就是台湾的那种 救国团上班 当初会来到美国 是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关系 主要我爸 因为我爸那时候 在外交部 然后被外交部派 外派来洛杉矶 然后可以带家属 所以就整个带了我们的全部的人就一起到洛杉矶了 那时候我妈妈因为去美国了 所以她就没有再继续上班 然后在美国那边继续读了一个Master 对 然后身份这一块就不多讲了 太复杂了 我都没讲完对不对 对没讲 对啊 反正那时候是因为我爸的工作关系去 我爸被外派完结束之后 我爸就回台湾了 然后我妈就留在美国 我就是陪我跟我姐直到我大学 我妈才回台湾 OK 好咯 那我们这集的QA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周见咯 下周见 拜拜